哈囉大家好,我是Tommy又見面了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聊一下 上一支影片講到的雷至尊喔 如果我沒有誰誰誰可以做哪一些替代 影片開始前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喔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最低只要15塊就可以幫偷主播加菜 用PC版進入我的頻道首頁就可以加入囉 好那在開始之前我們先來聊一下 水操這次的三把武器喔 首先是這個短刀 這個短刀應該是大家覺得好像比較爛的一個武器喔 因為在目前台服的效果 他是中毒的傷害加150% 就是隊伍裡面沒有一個水屬性的角色 那如果是六隻擺滿的話 就有150%的中毒傷害追加 再來就是呢 水屬性的角色對於中毒效果中的敵人 會增加平A150% 那在日服後來上修之後 改成水屬性的角色對於中毒效果的敵人 攻擊力會加150% 等於說變成了150%的公認 喔跟你原本讀個一兩千 然後變150% 其實是差非常多的 所以在未來呢 這個毒體系啊 是有上修的 所以這把武器 如果玩得夠久的話 他會比較有用一點 那水毒之擊 能不能成為主流 我覺得還是要再看看 但不騎不帶 不受傷害 再來就是比較好用的兩把武器喔 首先是這個盾牌 如果你每放一個水屬性的角色 那血量會加2.5% 最多就是15% 如果你水屬性的角色呢 血量在80%以上 那個角色的火耐性會加50% 然後在80%以下的時候呢 會補10%的血量 那基本上這就是一個 保渾身用的盾牌啦 大家可以理解成 武器版本的這個水龍啦 所以呢在未來的水有力關卡 一些火副本 然後不論你是玩水PF 水技傷等等之類的 其實都蠻需要去保護這個渾身喔 渾身就是血量在一定程度以上 會有加成嘛 所以這把武器呢 是非常好用的 在之後非常多的作業 你都會看到 所以一定要刷好刷滿 最後呢就是這把鬼手喔 隊伍裡面沒有一個水屬性的角色 自己攻擊力UP的效果時間 會加5% 最大加30% 然後另外一條是裝備的角色 如果是水屬性角色的時候 自己沒有一個攻擊力UP的那個buff 有那個圖示的時候 攻擊力就會加50% 最大加250% 然後本身又會延長他的時間嘛 所以呢在某些組隊情況下 他是完全可以媲美半槍的喔 半槍是吃貫通然後280%嘛 但是我們又不一定需要貫通 啊當然大部分的水PF隊 還是會有用到貫通啦 但是水技傷隊可能就不太需要了 但這把武器也是一樣可以用喔 250%的攻擊非常高 即便是日服現在 也還是有作業會用到 所以我覺得這把武器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刷好刷滿喔 是我們主C 可以大幅提高攻擊的一個鬼手喔 好 那再來回到我們今天主要聊的 就是雷至尊的隊伍喔 那這個雷至尊呢 其實就如同我畫面上所講啦 上一個影片也有放了 就是這個完整版 那我們的開招順序呢 是2再1再3 開場的時候 雷拳是45%的雷書兩個魂珠 再加上他自己的戰國策 或是你放騙子書都可以喔 那就是85%嘛 85%之後呢 技工是100% 警察也是100% 技工開完之後呢 往前之後變成雷拳開招 雷拳在寄居蟹前面把招打完之後 再接三號位的警察 開這個警察加光炮的這個技能 那因為前面先開兩招之後 寄居蟹的小怪會生出來嘛 那這樣子就比較容易去湊到150COMBO 所以我們的順序就會是213 大家要記得就是打單人跟打協力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在上一支影片的單人示範 我才有去切換一下位置喔 那這個是遊戲機制的問題啦 然後也不太重要 因為以後你也不會遇到 就只要稍微去記得一下這個狀況就好 如果你聽了懂我在講什麼 那大概就是之前 如果你用踢罐隊的話 你的蘑菇會在原地亂抓 那就是打單人啊 或是你在打木樁的時候會發生的這種情況喔 那這種情況是不影響協力的 接著呢我們就來聊一下下位替代的部分喔 畢竟這個完整的隊伍是光炮跟警察都要有 那我相信有一些人啊 就是被這個機率學選擇的少數人啊 可能還有一個角色還沒有 但也不用太擔心 這兩支人權角色都是我們的常駐角色 所以呢只要持續玩下去啊 就一定有機會歪到喔 不然就是超德可以拿到 之前會建議大家在該詞PU的時候抽的道理也很簡單 就是因為那個是機率最高的時候 那如果沒有光炮的人呢 因為警察現在還在PU中嘛 還缺石頭啊 還沒出的 也可以參考一下左上角的QR Code 那沒有光炮的人呢 就比較沒辦法 可能就要等之後半週年的超德 那這裡的話 我是覺得TIME也是一個不錯的喔 之前送的免費角色 那原本這個隊伍呢 是警察U光炮嘛 光炮的技能有一個特性 就是角色會在空中的原地 所以我們技工開完招 雷拳丟完之後 會卡在這個寄居蟹的下面 然後我們再配合警察加光炮喔 去湊一個150COMBO 最主要就是技工拿這個武器 要有一次的150COMBO 那換成了我們的TIME啊 其實兩隻角色都是打滿版 我們三號位 只要開一次 就可以湊到150COMBO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就是我們的光炮會停留在原地 但是TIME不會 所以呢 如果你是照我這樣子組的話 你的二號位跟一號位開完招之後 你的球是會往下掉的 那在往下掉的時候 只要彈了板 COMBO就會斷 所以這個就是不一定可以成功 那我們就直接進關卡來講解一下 大家可能會比較清楚 挑了我們技具器的單人喔 因為我這個是 手抄的啦 所以就不用開AUTO 那一般的情況呢 我們這邊先稍微繞一下 示範給大家看 二號位AUTO我先開嘛 開完之後再開一號位 一號位呢 在這邊打完之後呢 會直接接三號位 但是三號位這邊會往下掉 有沒有 不管是撞針或是彈板 都會很容易讓COMBO湊不起 唯一可以比較好的解法 就是四個小怪都要在 但是你在打協力的時候 隊友可能也會放招 所以會比較麻煩 那相對來講呢 這個組合啊 就只是完全可以去湊COMBO啦 我覺得是有一定的機會 因為你打野防的話 你也遇到的不一定是雷拳嘛 所以呢如果在AUTO的情況下 不一定是要開場 你真的很想求聞 就是你開場 先關AUTO 自己手抄 把那招打出來 湊到150之後你再開AUTO 那這個是比較麻煩的 我相信大多數人 都是直接開AUTO 我覺得就可以這隊 直接去AUTO上去 大不了 你就是少了那個150COMBO的BUFF 那你這個房間的輸出就會低一點 就看個人啦 因為你也是沒有最完整的隊伍吧 那輸出比那種完整的隊伍低 我覺得也是很合理的 但你還是可以做到基本的輸出的 你的隊伍也是三個雷屬性角色 基本上也不會翻車 所以最簡單最簡單 然後之後如果真的歪出光炮 你也可以直接做替換 魂珠也都不用改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考慮直接把這個泰姆丟上去 然後就開始打了 講到這邊就會想說 除了光炮以外 有沒有類似像光炮一樣 可以把我們的隊伍卡在空中 繼續去維持我們COMBO術的角色喔 答案也是有的 就是大家很常聽到的李姬 他的圓皮喔 這個雷基斯 這個四星的雷屬性機器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練啊 如果沒有練的話也可以放泰姆 那如果還沒有半陣的人 也可以考慮練一下 也是還不錯的一個四星角色喔 雖然說出場的機會不多 但在我們這個隊伍裡面是可以用的 那他也是會讓我們的隊伍卡在空中 那最主要是他有一個能力 他的能力一 當技能發動後 僅一次自己的技能條加50% 沒錯喔 就是跟我們的警察一樣 警察也有同樣的一條 就是當技能發動後 僅一次自己的技能條會加50% 等於說這兩個角色綁在一起 你讓我們的警察去薩伯雷吉斯喔 我們就可以做到開場連續丟兩次技能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很容易可以去湊到150COMBO 我們一樣呢 進這個技具蟹的單人喔 試一下 那因為蘑菇的問題 我也是用手抄的方式喔 好 那我們這邊進場之後 我們就開個2 2開完之後 再接1 1接完呢 再接我們的3 3打完之後 馬上又充滿條 再打一次3 那這樣子呢 就一定也可以超過100COMBO 不過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我打完COMBO之後 小怪才出來 那這個是沒有辦法 我必須說在協力阿 有時候如果那個球搖一下搖一下 你的隊友搖的比你快 那那個時間差就足以讓小怪出來 那只要在小怪出來的時候 你的第4招 就是第二次的雷警察 喔 配上雷吉斯 有打到小怪的話 你就可以輕鬆湊到150COMBO 那如果湊不到的話 就也沒辦法 講完沒有光炮的替代之後 一定也有人是 有光炮 但是這一詞也是被基率學選擇的少數人 沒有湊到警察 那怎麼辦 那一個如果沒有警察的話 我們就少了一個雷屬性的Mainway的角色嘛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雷吉斯 換到我們的主要位置來 然後再把警察這個位置 改成我們的光炮 讓這邊有一個角色 可以去幫助我們大量的去湊COMBO 但如果你看影片看到這邊 你應該就發現 欸 這樣子搞一搞搞一搞 其實要湊到150COMBO 是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呢 這個時候我就會建議大家 可以把這個拳套換掉 那因為我們的技工阿 他的開場就有一個100%自己的充能嘛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棍子的位置 稍微換一下 我們把技工跟蘑菇擺到3號位 然後把這個拳套 換成我們的充能書 不管是戰國策阿 或是片子書都可以 就是幫助我們這個雷吉斯 有一個開場的充能嘛 然後一樣混珠就是配合我們的雷書 然後我們的開招順序 就一樣是2 然後再來變成3 然後最後才會是1 然後也可以盡量去湊COMBO 那可能就湊不到150 反正我們也沒有放那個超雷的拳套嘛 那在沒有警察的情況下 這個隊伍也是可以拿去打野防的 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喔 那講完以上這種沒有警察 或是沒有光炮的情況 我相信還有最後一種 就是沒有雷書 沒有課金書的人怎麼辦 他可能是比較晚才開始玩的台服玩家 然後有這一次的警察你有抽到 但是光炮你錯過了 或是光炮那個時候你的石頭還沒有那麼多 那這一次你有抽到警察 一樣是有一個下位期待可以來做使用的 我們就先把我們的技工還有蘑菇換回來 然後我們的武器呢也改回這個拳套 就回到我們最一開始完整版的這個雷至尊隊伍喔 沒有光炮的情況下 我們一樣會使用到雷吉斯喔 就把雷吉斯改到sup位 然後把光炮這個位置換成我們的雷警察 到這邊看起來都沒什麼問題 那接下來就是充能的問題了嘛 其實我們的技工還有我們的警察 本身都已經是開場100%了 這兩個雷書在這個隊伍裡面最重要的功能 其實是給我們的雷拳做一個開場充能 但是你沒有嘛 你沒有的話呢有一個角色喔 也是可以適合拿來充條的 就是我們的佐倉喔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蜜蜂 改成五星的火屬性佐倉 這樣子呢開場就有80%的充能了 你就不需要用到這些課金書 或者是說充能書的魂珠喔 那你的魂珠可以怎麼改 雷拳的部分呢 就可以改成我們新手最好用的虎王斧 去追加他的技傷 然後剩下兩本雷書呢 就可以改成我們超雷的棍子 喔或者是拳套 那因為我自己台服的鍛造力已經非常非常少了啦 所以我這邊就不特別換給大家看了 大家可以自己稍微記一下喔 看一下我們右邊的筆記 那再把這個魂珠都調整完 在沒有充能的情況下呢 我們的1號位開場是80% 2號位的技工呢 是100% 3號位的警察也是100% 開招的順序就一樣會是2 1 3 3 喔因為3會因為雷吉斯的充能 再開多一次嘛 那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隊伍喔 屬於這種沒有光炮的PF混技傷的雷至尊隊伍 好啦那以上就是關於水操武器的介紹 還有我們雷至尊的隊伍跟一些下位的替代 那還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喔 如果你沒有雷拳 沒辦法玩雷至尊的話 其實也沒有關係喔 因為這個副本也是常駐副本嘛 然後你不一定要趁這次的Pick Up 就把所有東西刷滿 大家也看得出來 台服的Pick Up其實是蠻常在進行的 所以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很快就會有下一輪的Boss Pick Up 你就可以到時候再刷 或者是你找朋友一起用踢罐的方式 也可以用相對比較好組成的隊伍來刷我們的副本喔 那如果大家還有其他想看的內容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畢竟現在台服已經到了一個 長草奇的 除了跟著這個台服更新的進度以外喔 我也沒有特別什麼想多去做的內容喔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看的 我可以再稍微抓時間再找時間做一下 不然我都沉迷在哈利波特的世界裡面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